12号 联合国大会以153票赞成 23票弃权 10票反对通过决议 要求在加沙地区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完全支持这项决议 希望决议得到全面落实 尽快实现停火指战 毛宁介绍 应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要求 巴勒斯坦问题紧急特别联大会议 于12月12号举行 并表决通过了阿拉伯国家提交的决议 要求在加沙地区立即实现人道停火 遵守保护平民等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义务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确保人道主义准入 这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紧急特别联大会议第二次高票通过决议 反映了国际社会要求停火指战的强烈呼声 反映了在战与河这一重大问题上的人心向背 中方完全支持这项决议 参与共提并投了赞成票 我们希望这项决议得到全面落实 尽快实现停火指战 缓解人道危机 恢复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一道努力 为最终通过两国方案实现巴以持久和平 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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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